海沙供應的問題繼續問下去 因為根據你補充文件 供應不穩,令我們的建築超支 承建商在2012年需要 預期長時間和內地辦理海沙出口的安排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在2014年中由於內地改變海沙的出口程序 承建商需要重新辦理海沙出口的安排影響進度 這是第二個理由 第三就是由2015年2月開始 內地禁止於珠江口內寧丁島附近 開採海沙影響其填海工程的進度 這就是你們三個理由 不過現在我差不多沒有時間 你準備定,我下次就會告訴你 根據大陸所說的 這三個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你準備定 因為現在玩到一分鐘,我就不會這麼傻 你準備定 這三個理由是假的 主席,現在是我開股 第一個理由就是 承建商在2012年需要 教育期長時間與內地辦理海沙出口 你們是說的 但那間公司中交建 簡稱是 他就說 彩沙安排在2012年8月已經獲得相關部門 不同於2012年至2014年 這間公司管理的海沙礦區 表示該 採區的數量足夠香港人工島的工程 真這個假 第二個呢 有沒有時間 有 你先回答 你講的話 中交建的文件蓋了你一巴掌 你認為 你有什麼評論 那個數量 我們沒有懷疑是否不足夠的 但問題是 他在申請海沙輸入的時候 有很多程序要走 這些程序令到時間長了 多謝主席